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鱼醉》 长书新原著 光合积木之作 起点中文网 喜马拉雅 联合荣誉出品 第38集 鱼醉向许平秋推荐了周文娟 虽然给出了理由 但还不足以说服许平秋 看着许平秋不太相信的表情 鱼醉又补充了几句 您这次选拔 不就是挑选能去一线拼命的人吗 选的不也就是像我们这号 根本没什么出路的人吗 但凡要是有点办法 谁给您去干那些苦活累活啊 都有谢兵李正宏家那种条件 还有您忙活 人家自己爸妈不就把路铺好了 呃 那什么徐处长 您考虑一下 我先走了 许平秋眼睛一愣 瞪着鱼醉 鱼醉生怕自己说错了 赶紧告辞 快步走出了局长办公室 许平秋这才想起其中的不对来 这小子怎么知道 我是挑起一线拼命的人 许平秋刚回过神来 手机响了 短信的声音 他翻看的时候又愣了一下 是鱼醉发来的 短信的内容是 我是鱼醉 周文娟 在古楼街老好家洋杂店打工 去古楼街那块吃饭吧 老好家洋杂店 许平秋看到收费战时 和司机说了一句 司机有一点诧异 许处很少吃那些 长长堵堵的玩意儿 不过司机也没有多问 开着车下了高速 进了城区 忙碌了一天 在天黑时分 赶回省城了 悬在心里好多天的事情 今天全办了 不过让许平秋心里放不下的 是鱼醉的态度 小家伙居然跟我玩深沉 也没给个准镜 像许平秋这种身份 到了哪个市的公安局 局长招待都是诚惶诚恐的 偏偏这个还没当警察的 倒是让人有点琢磨不透了 他会来吗 这小子出身小商贩的家庭 特招进了警校 为了上学 应该没少花钱 出来分配像他这种家庭 甭想啊 钱能砸出个工作岗位就不错 许平秋开始从各个方面 分析鱼醉答应的可能性有多大 就从经济力上来考虑 他觉得不管是鱼醉 还是他家里都应该接受这份任务 这孩子的敏感和洞察力都一呼常人 男亲 缺少母爱 调皮捣蛋 性格肯定很野 因为缺乏关爱 造成了这种浴室敏感的性子 这种人的仿伴意识应该很强 每个人的成长都和环境息息相关 这恐怕是他当奸商的父亲传给他的了 这样的人要是当罪犯 所有的属性可都是优势品质 不过要是当警察 真是让人找不出个闪光点来 想到此处 许平秋笑了 其实在他的心里 最符合这次精英选拔的目标 就是鱼醉 几乎不用训练就完全合格 还真的想象不出 要是给这样的人一个适合的环境 能够把他培养成一个什么样的怪物 时间已经过了堵路的高峰期 不多一会儿就到了羊杂店 这是省城的一个名池 生意爆满 许平秋和司机等了好一会儿才有座位 点了两份羊杂和烧饼 一点小菜 许平秋叫住挂毛巾的伙计 小伙 我打听个人 好像就在你们店里 谁啊 周文娟 平路人 有 怎么了 伙计打量着这两位便装的 一看门外的车惊了惊 许平秋赶紧开口 别误会 他是我个老乡 我想见见他 可忙不开啊 他在后出洗碗呢 许平秋突然觉得自己应该去看一看 一个警校生 大过年的窝在这个地方刷盘子刷碗 实在是让他感觉心里有点懂 那我找他去吧 说句话我就走 好了 沿着那条道往后走 他在餐厅后面了 看着老许也不像坏人 伙计指了方向 从餐厅顺着涌道 直接往后走十几米 仅容一个人通过的涌道 那儿可就不是美味了 动物肠肚和粪便的味道很浓 许平秋闻着有点晕 联想到了法医室里面的那些场面 这也是他从来不吃动物内脏的原因 好不容易出了门 呼了一口气 却吓了一跳 后院的地上全都是油腻腻的 露天的院子里 有两个女人正在刷着堆积如山的碗碟 边刷边顺着窗口往厨房里面递 顺手把收回来的碗碟放在地上 就着小龙头刷刷冲洗 许平秋看了良久 周文娟回头时 竟得一下子站起身来 许 许处长 您怎么在这儿啊 路过 进来看看 许平秋顺口一扯谎 假的连他自己都不相信 刚站了片刻 就被窗口里的厨师发现了 调什么呢 你们俩给我快点 俩人手都供不上用 干不了滚蛋 说你呢 你什么样啊 花枪过你站着呀 周文娟一下子尴尬地站着 不知道是该干还是不该干 那局促惶恐的样子 看得许平秋格外有气 许平秋上前几步 提了两个脏碗 顺着窗口给砸进了厨房里 外面这么冷 让人干活都不能客气点 什么玩意儿啊 你谁啊你 就不客气了 怎么着吧 你想袭警是吧 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拘走 警察天生恶相 就算没有 后天也培养出来了 老许一发飙 大师傅吓跑了 老板老板 快出来 有警察来了 许平秋回过头来 看着紧张局促站着的周文娟 他拉过周文娟那双 戴着塑料手套的手 一拉手套 周文娟紧张地缩回了手 许平秋拉过来一瞧 手心手背全是冻伤 这万恶的奸伤 零下十几度的气温 愣是不肯用热水 这位同志 有话好好说吧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啊 老板来了 堆着笑 递着烟 许平秋不废话 一指周文娟要带人走 我不找你麻烦 你给他结算工资 人物我带走 好嘞 饭钱也不用出了 三国请客 老板生怕穿官衣地找麻烦 忙不迭地硬着 出了后厨 不多一会儿 老板领着周文娟出来了 工资结清了吗 结清了 您放心 我这儿可是正规饭店 保证一分钱没少给 行了 周文娟 走吧 许平秋连饭也吃不下了 扔下饭钱 带着司机和周文娟上车走人 许平秋也不知道 自己哪儿来得这么大的气 每每遇到不争气的下属 或者是令人发指的罪犯 他都很生气 可他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见到一个 未入警级的女学员 会有这么大的气象 直到上车以后好久 这口气才缓过来 他几次回过头 看车后的周文娟 和学校里见到的一个样子 老师低着头 不说话 你住哪儿 先送你回去 在 在警校不远的居民区 许平秋再想问句什么 不过看周文娟的样子 连他自己想问什么也忘了 挨其不幸 不幸的人多了去了 挨得过来吗 许平秋从来不认为 自己有悲天悯人的性格 不过看着这样一位警校生 在别人的辱骂中 挣着辛苦钱 他有点想揍人的冲动 可是那种冲动 却没有发泄的目标 怒其不争 可对于农村来的女孩子 在这个偌大的城市里 除了在别人的呵斥中 艰难地讨个生活 又能如何呢 车行了一段路程 感觉路途不近 许平秋缓和了一口气 文娟 你怎么到这么远的地方 找活干 这活工资高点 那你每天怎么去啊 坐公交 那个店关门了可没车啊 跑步回去 周文娟给出了一个 简短而意外的回答 连司机也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足足十几公里远 要天天跑 那强度比军事训练还要大呀 也不是没有好处 怪不得你体能 比大部分男生还突出了 这句话 周文娟没有听出褒贬来 不过突然间让认识的人 发现了他正在从事的工作 似乎很伤他的自尊一般 低着头一直没有抬起来 到地方了 周文娟默默地下车 文娟 等等 徐处长 您已经把我饭碗砸了 要是看我可怜 想给我点钱 就不必了 我没要过救济 多人小说剧 鱼醉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